不了解她的人 看到她那无法言语的眼 一般都会躲得远远的 可是一旦了解之后 连国明女神林志玲都说要嫁给她 可想而知 她是有多大魅力 这个人就是黄博 2006年平纪宁号指导的电影《疯狂的石头成名》 2009年 凭借斗牛获得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2014年国庆节 凭亲爱的匹的英雄 新花路放三部电影霸品 创造了50亿家房神话 媒体把她称为50亿影帝 黄博的成名之路从不平坦 但她却总能曲线就挤 当不了唱片歌手就去酒吧助唱 做不了演员就去学佩丁 成了51影帝之后 但黄博不甘于只是一名演员 想象虚争 王宝强 邓超那样开始转型做起导演 今年黄博带着他魔力八年的一出好戏 以导演的身份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很早之前就在各大综艺节目里 看到黄博卖力的宣传自己八月即将上映 那新片一出好戏 这大半年来 黄博真是把宣传工作做足了 极限挑战四 向往的生活 创造101 欢乐之城和快乐大本营 这些人气综艺轮着上 半年连上五个综艺疯狂宣传自己电影 有些网友表示开始反感了 可人家有能力宣传为什么不呢 都是自己的好兄弟帮忙 也没阻碍谁发展 让的综艺还帮助提高收视率 节目季提高 那收视率还卖了黄博人情 两全其美 先是向往的生活 第二季第十二期 邀请了电影一出好戏 三位主演黄博 王炫还有余和伟 节目组还特意做了一出好戏主题 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帮黄博宣传电影一出好戏 这一期节目播出后 没想到收视率提升了不说 口碑也炸裂了 极限挑战男人帮之间 浓浓的兄弟情 早已令观众忘却了宣传电影的目的 而黄博就是这样一个到哪里 都会给人带来欢笑的人 自然提升了节目乐趣与中一庆 收视口碑都上去了 再到极限挑战第四季首观 为了宣传黄博电影做了主题 为无忧到一出好戏的特辑 主题情节设置不仅与电影一出好戏相似 而且电影剧组演员也都客串了 导演严敏把黄博当作自己兄弟看待 把黄博的事当作是机条的事 当作自己兄弟的事 亦不容辞地帮助宣传电影 最后从导演组不遗余力的提议出好戏宣传 就可以看出 整个节目不仅是男人帮兄弟情深 私下与导演组工作人员 也是情绪深厚 这是很令人心佩的 之后 黄博受邀参加创造101第九期 作为心领导师给女孩们进行特别的考前辅导 化身心领导师与女团成员谈选择 分享导演练习生 感言温馨陪伴练习生 在给女团们讲述了自己曾经的艰辛往事之后 然后就给很多成员一一指导和打气 节目中以舞蹈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电影 电影的一出好戏差距 最好的舞台 炫酷的舞姿 引了现场女生尖叫连连 最近 黄博受王妃之邀成为欢乐好友 参加了欢乐之城的首部 节目一开始 黄菲 黄博 和炯三个人的幽默对话 就充满了起伏跌荡 精彩分成 还没眼就看了一出好戏 真是 何炯从开始就一直在巧妙的铺垫 给黄博的电影做植入 直到直白的宣传电影 是一点不觉的尴尬 黄博虽然是为了宣传自己电影去的 但是给人的感觉也是很舒服 日前黄博又写王宝强 王迅 张艺兴上了快乐大本营 同样是为了宣传电影一出好戏 但黄博的到来 明显为节目增加许多个 带去了很多欢乐 在节目中不断制造更多的互动 以导演身份的黄博还爆料 很多拍摄过程中 遇到的搞笑事件和遇到的困难等等 整期节目笑调十足 亮点满满 黄博与王宝强 王迅 张艺兴在快乐大本营 上演了一出好戏 演员转型有不少失败案例 黄博首次尝试 可谓试试进了浑身解数 不论是在电影的拍摄还是宣传上 黄博亲力亲为 作为老戏古转型导演 又有一杆实力派演员加持 该片表演上应该不成问题 期待一出好戏吧 图片来远网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